这还怎么玩 这苹果简直就是在作弊 根据最新的消息 苹果已经向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厂台积电 下单预定了4nm芯片第一批初始产能 什么 你问我4nm芯片在哪 没错 问题就在这 4nm芯片最快也得年底才能开始量产 结果八字还没一撇 这第一批产能 现在就已经被苹果给满额预定了 到时候芯片一造出来 支架全部安装在最新的MacBook上 好家伙先下手为强 这让竞争品牌拿什么跟苹果斗 还有下个月第二代升级版的5nm芯片 也要开始量产了 但归宿还是一样 早就被苹果给签了协议提前预定产能 到时候第一批升级版5nm芯片 都将被用在今年秋天即将发布的苹果13身上 同时现如今全世界都在为芯片的产能而发售 各大科技公司都在因为缺少芯片而被迫停工减产 而这时候苹果直接来了手釜底抽薪 把未来所有的先进产能给一口气包圆了 他们已经不是在垄断芯片了 而是直接垄断了产能 好家伙 所以说同志们 芯片行业我反复讲它很重要 不仅仅因为面子问题技术问题 更是因为芯片的背后 还会牵扯到无数的细分领域 关键产业 手机你做不做 汽车你造不造 这些东西的背后都连着一条线 那就是芯片 所以芯片这块硬骨头 咱们就算是可未来这几年 也必须把它给拿下 这是目标使然 也是历史必然 不然真的就是一招不胜 满盘皆输 这所以预定产能限一步 行业竞争提难度 世间哪有绝缘路 咬牙穿云 破迷雾 好了我生哥 该讲这 咬牙穿亚